今天請各位幫我開啟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個單元 如果我希望針對就是說 當然大部分同學應該都有吃到飽 所以你可能比較不會有上網上面的問題 但是其實很多人會生觀光客 他可能來台灣他會想說如果我不買 他應該有些不見人會吃到飽 所以他如果想要知道說到底哪些地方 可以有一些免費的Wi-Fi可以使用的話 那當然其實這邊就有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其實來自於政府的開放平台 那政府開放平台裡面的話有一個資料 這個是我從那個就是開放平台裡面的這個地方 找到有一個叫做i Taiwan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如果你假設你的手機有開Wi-Fi 你到車站好像車站附近吧 車站我記得最多 就會有一些免費的Wi-Fi 其中的話i Taiwan好像最多吧 而且連線品質其實你說好也不到好 但至少可以連線 那如果我想知道呢 因為他這個是有一個開放的資料 這裡面的話包含開放哪些相關的資料 其中的話就是主管單 主管機關地區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Wi-Fi的名稱 然後地址 甚至它提供一個經緯度 更精確的位置 除了地址之外還有更精確的經緯度 那如果呢我想知道一個訊息 就是說呢 到底哪個縣市 比如說這邊有地區有沒有 地區我記得好像是縣市 到底哪個縣市提供的那個Wi-Fi熱點是最多的 當然呢 以人口比例上來看的話應該是台北市 可是好像最後做出來的結果不見得是這樣 OK 所以如果我想要比較精確的一個數字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首先當然呢你可以到那個開放平台裡面 找到這個i Taiwan的這個 有沒有這個 這個連結 然後呢 裡面的話呢 他除了給我欄位之外 底下當然給我兩個下載的網址 那你可以看到這兩個網址 其實現在有些時候會稱它叫API 就是這個兩個API 實際上就可以讓你取得什麼 取得線上最即時最新的一個資料來源 那目前當然他提供兩種 我前面有講過 第一種當然是最普遍的就是CSV 那CSV的話呢 直接可以用Excel直接可以打開 那Json的話其實也可以用Excel 不過他Json的架構其實複雜很多 那這個我暫時就不講 那你們其實先點選這個CSV好了 那如果你對Json格式有興趣的話 不妨你可以把它打開啦 你可以把它打開之後你會發現 Json的格式其實複雜非常多 它其實就是一串程式碼 那如果你假設要把這個程式碼拿來用的話 其實就必須要寫對應的程式 才有辦法拿這個Json的檔案格式資料 那首先的話呢 我把這個CSV點開來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他提供了有些訊息 這個訊息的話大概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我看一下 這個幾個欄位嘛 總共他跟我們講說 總共有六個欄位 那格式的話是CSV 編碼方式的話呢 恐怕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Sale是舊版的話 那假設你開UTF8的格式可能會亂碼 所以你開起來也許是亂碼 但是因為我們這邊的電腦好像用你這個版本比較新 所以打開沒有亂碼的問題 可是如果假設你的是舊版的話 那你開起來可能會是亂碼 那如果你是亂碼的話 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你開啟的方式就不能直接把它打開 你如果直接打開它就亂碼 那怎麼辦呢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式把它開啟 那當然我們待會再看 再來的話資料量這邊顯示出來 總共的話呢 它顯示出來是9796 意思是不是說 總共全台灣有9796個Wi-Fi熱點免費的 然後這邊有個詳細敘述 那我們底下當然還有提供一些這個是預覽的一個標格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資料給下載下來好了 那首先的話請各位把這個下載之後呢 如果是空流覽器這邊就會有一個連結 那把它打開 在下載的地方這邊有一個什麼 HotspotList.底線TW 然後如果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喔 它會呈現像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如果你打開不是亂碼的話 那顯然你的版本比較新 可是如果假設你打開之後 發現一個問題 這邊都亂碼的話 跟各位講 如果假設你打開之後亂碼 那可能你的版本沒有那麼新啦 那不過也沒有關係 如果你假設亂碼的話呢 你可以換個方式開啟 也就是說呢 多一個步驟啦 也就是你可能開啟的方式 不能直接點兩下打開 你可能要怎麼樣做呢 直接跳到上方的資料裡面 找到什麼 從文字CSV 也就是說呢 你跟他講說 我要開的是CSV檔案 那並且呢 指向就是我下載的那個路徑 下載的地方 找到這個啦 其實就是我下載的這個CSV檔 然後直接把它用匯入的方式喔 如果假設啦 是亂碼的狀況才需要 可是如果不是亂碼 你就直接可以做後續的操作喔 那把它匯入之後的話呢 它多一個選項就是說 它會自己去找到那個對應的編碼方式 所以你把它打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喔 有沒有發現喔 如果你假設啦 當然很有可能 你的版本不夠新 會是亂碼喔 那它上面的話會顯示出什麼 它的對應的編碼方式 是什麼 UTF8 那當然理論上 就可以產生的結果 就是你看得懂的 這個狀態 但是啊 如果假設你選錯了 比如說你可能選的 比較常見的應該是台灣的話 台灣是這個啦 就是BIG5 950這個喔 如果你是選這個喔 它怎麼顯示出來 還是可以正確 這個版本可能 那當然我們是選正確的好了 UTF8 記得喔 如果你假設有問題 記得選UTF8 這個選項 然後按這個載入就可以了 那載入的話 它可以載入跟載入字 我們直接載入好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把資料呢 直接幫你載到這個ESEL 而且並且幫你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OK喔 那當然喔 我是建議喔 你把它載入之後 最好是可以再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表格部分喔 我是建議喔 如果因為之前有同學做那個 後續的公式發生問題喔 主要是因為它是表格 所以如果你假設 不希望它 產生那個公式 好像出現小老鼠那個狀況的話呢 那你記得喔 可以把它轉換成範圍 喔 這裡特別注意喔 我是滿建議喔 它會入的資料是表格 所以呢 你記得把它轉換成範圍 轉換成範圍其實就是跟我們 平常練習的那個狀態是一樣的 按確定 OK 然後呢 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插入公式的時候呢 才不會發生問題 這點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好 那當然啦 我們這邊是沒有問題啦 所以我就直接用前面這個資料 這個是額外補充 把這個刪掉好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呢 它上面會顯示出錯誤啦 我們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把它存成什麼 存成那個 這邊第一個喔 記得把它存檔 存成啟用聚齊的活躍部好了 我把它存在桌面好了 第一個 因為它的格式是CSV 如果是CSV的話 將來喔 它在存檔的時候會發生問題 它只會存一個工作表 然後呢 其他格式也不會儲存啦 所以記得啦 我建議第一步 請你先把這個格式呢 存檔類型把它改成啟用聚齊的活躍 因為之後我們會加聚齊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接下來我如果希望呢 從這個資料裡面呢 幫我統計出 到底哪一個地區 地區其實看一下喔 這個應該就是什麼 看起來就是台北市 底下應該就是其他縣市吧 所以理論上喔 假如把這個資料 把它獨立出來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是 應該是22個縣市的資料 那如果說第一個喔 我想要知道各縣市的排名 到底哪一個縣市喔 它的這個ITI1的這個數量是最多的 OK 當然不是叫你用算的啦 我們看一下喔 Ctrl向下 Ctrl向下 它會跳到最下面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所停的位置列數 這邊有沒有看到 10829-1啦 等於是說檢到欄位名稱 應該這個所有的ITI1的數量喔 跟它網頁上面的數字上搭不上耶 所以它可能更新上沒更新 應該是10828才對 OK喔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喔 統計出到底哪一個縣市好了 所以哪個縣市 那在這邊看起來喔 應該是 這個第二個欄位應該就是什麼 就是縣市啦 地區的部分 那其他還有什麼 主管機關 所以喔 如果我講是要統計的話 其實是可以分成哪個主管機關最多 然後哪個地區最多 那甚至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我看一下這個熱點名稱 熱點名稱 這也跟什麼有關 跟它這個取的名稱好像也沒有一個固定規則吧 就是它可能是針對哪一個地點吧 哪個大樓名稱吧 那再來就是地址 OK 那所以如果我假設我希望統計出喔 到底哪個縣市的這個數量是最多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啦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插入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OK喔 然後直接呢 選取範圍對不對 看一下 這個工作表名稱喔 驚嘆號 A2到F F沒錯啦 到10829 這個範圍應該沒錯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再把那個地區的部分拖拉到列 然後呢 再把地區的這個選項喔 記得用拖拉的喔 因為之前有同學是打勾啦 有同學是用打勾這樣也 其實打勾它一樣會下來 但是問題如果你假設要再加上值的話 記得用拖拉的喔 按住不要放拖拉喔 當然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你就再拖拉回去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就把它刪掉了 OK所以其實樞紐分析表我覺得用起來 還蠻順手的 而且還蠻方便的喔 好那拖拉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喔 我如果想要知道呢 到底哪一個縣市的佔比最多 不過以大概人口比例上來應該是 台北市應該要最多啦 可是看起來好像不是耶 其實你們也可以猜猜看喔 到底iTaiwan哪些縣市的數量最多呢 那最後當然很簡單嘛 我們把它列出前五名算喔 那如果你要找出前五名的話 第一個先用樞紐分析表 第二個的話呢 你就再排序 記得優標放B4喔 然後資料裡面呢 D到A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馬上出現了 但是如果我只要前五名就好了 其實其他我只能關心 到底哪些iTaiwan 哪五個縣市是最多的喔 那當然最後呢 我可以把列標籤的部分呢 再把它直篩選 前五項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我看一下 按確定 答案就出來了 第一名喔 居然是台中市 台中其實 而且它的數量喔 遠遠高過於其他縣市太多了 等於是兩千多個 對喔 假設你希望 就是 如果你假設沒有吃到飽的話 其實台中應該是蠻好的一個地方 但問題是你想知道說 老師那到底台中 如果我想要再深入一層了解 到底台中市哪一個地方的WiFi最強 那怎麼辦 對 如果假設啦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排名了之後 如果我想要再深入一層好了 台中的那個哪一區啊 OK 然後或者是哪一條路上面的那個 WiFi熱點最多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待會再看 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喔 我們把這個 表格畫出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把它畫個圖好了 一樣喔 如果你要畫個圖的話 記得是從樞紐分析表分析 記得油標是放在這裡面嘛 然後呢 樞紐分析圖點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是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直條圖算了 比較簡單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跟時間沒關係 所以用折線圖好像不太恰當 那我們也不是要比例啦 所以其實用直條圖好像就OK按確定 然後呢 把這個直條圖 把它呈現在這邊好了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希望請各位先幫我統計一下 到底哪一個數量 哪個縣市的那個WiFi熱點最多 然後前五名各是多少 那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前五名的WiFi熱點找出來 所以做出來結果就是 類似像這樣 WiFi熱點前五名縣市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上面再把它改一下 那一樣把這邊更改一下 點一下它的框框 然後常用裡面的話呢 就是大概20號次吧 這個我都固定紅色 出體字 OK 然後最後把這個有沒有 如果你希望呢 這個叫做圖利 我覺得圖利是有很多餘吧 把它拿掉的話 這個點旁邊的加號有沒有 右上角的加號 把這個圖利打勾取消 那當然最後如果你要更貼心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資料標籤打勾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個數量就馬上出來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這個iTaiwan的熱點 它好像分布並不是很平均的 它可能是按照什麼標準 其實它上面好像沒講了 但是可以知道 台中應該一定是最多 而且甚至超過台北市 另外有兩個縣市蠻特別的 其實彰化人口不多 可是為什麼彰化Wi-Fi熱點這麼多 還有一個啦 花蓮 花蓮為什麼Wi-Fi熱點這麼多 OK 所以其實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的話 其實第一個我們有一個大輪廓出現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把這個地方做出來 然後最後的話這個名稱的話 我一樣把它Ctrl-C 然後把這個底下的這個工作板名稱 一樣把它貼上這個一樣的名稱好了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透過開放資料裡面的結果 快速的做一個統計分析 得到的就是Wi-Fi熱點的那個 前五名的縣市排名的一個統計的圖表 OK 那其實蠻清楚的 當然如果接下來 你可以還是 假設你想要下一階段 我想要知道第二個 再往下一層追好了 為什麼台中市它的Wi-Fi熱點最多 如果我假設我先想說 那台中的Wi-Fi到底台中的哪一個區 因為台中有分很多區啦 我知道台北的話是12區啦 那台中到底幾區我不知道 不過可不可以在分析其實可以 會不會很困難 其實沒那麼複雜 那請各位先試著把這個 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把它做出來 當然啦 甚至我希望說 可以把這個 因為我們上一次上課 好像是用VBA 把這個表跟這個圖給產生 所以請各位也試試看 如果假如我今天做 不是直接用人工的 我希望它可以自動幫我按個按鈕 自動就是 假設這邊多一個按鈕 按鈕名稱也許就是 Wi-Fi熱點前五名限制 你按一下 自動就幫你把這個 Wi-Fi熱點前五名限制 直接就把表格畫好 圖也畫好的話 你不需要人工的方式 那你應該怎麼做 這個好像我們上次上課 有針對那個住宅切到點位有做過 你們可以試試看好了 好嗎